也不知道什麼時候開始的 我們的頻道會介紹一些跟藝術相關的題目 多半只是因為他很有趣 而不是說因為這是多偉大的藝術作品 因為說真的我也不懂 大家好我是Paul 周圍到周圍英文一起讀 那你在畫面上看到現在這個東西呢 就是你看到這是一個畫布 畫布上面貼滿了鈔票 那這是一個藝術家 他叫做Hanning 因為他是H-A-A-N-I-N-G 他裡面有兩個母音走在一起 不知道是不是該拉長 Jans或者念成Hans Hani Hani 不要去猜人家名字怎麼念 我念不好了 因為他總之也不是就是 大概不是英文母語的人 就是 那他的作品你看這個貼滿了鈔票 另外一個也有稍微解釋一下一下 也是貼滿的鈔票在這裡 那他下面的標題就是說 他說這個藝術品叫做 Average Austrian Year Income 2007 所以2007年一個平均奧地利人的年薪 所以他把一個人的年薪 變成了紙鈔 那還有硬幣貼在這畫布上 就成了一個藝術作品了 他是一個很有概念性的一個東西 所以你看你就是 原來我一年賺那麼多錢 你用一個畫面呈現在 世人面前的時候 他就成了一個藝術作品 所以他就做了這麼幾次的這一種 這個概念的實現 把紙鈔貼在畫布上 然後呈現在博物館藝廊裡面 藝廊裡面這樣子 所以這是這個藝術家知名的一種創作方式 那接下來他在2021年 就又進一步做另外一個創舉 這個創舉就是 他乾脆給了這個藝廊還是博物館一個全白的畫布 上面本來應該要貼錢 因為就是博物館藝廊想要他再做一個 你知道更新下一個作品 然後一樣也是把錢貼上去 那我們就把你那個 把這些錢就你貼好了以後 我們就把它展出來 然後又是你這個藝術家的新一次的藝術作品 雖然說是一個重複的概念 所以博物館還是藝廊 就借了他這一筆錢讓他去貼 那是不是之後呢 還要把這個作品 拆掉毀掉把錢拿回來還是把它賣掉 不知道啦 但總之 博物館給了他這個錢這樣子 結果這傢伙呢 就把這錢拿了就跑了 然後就給他一個白色的畫布 然後他這一次的作品 標題就叫做 Take the Money and Run 拿了錢就跑 超屌的 OK 好我講了半天還沒講到什麼英文 我們現在就來看一下 他總共拿了84000塊 For 84000 dollars An artist returned two blank canvases titled Take the Money and Run 所以總共是兩個 就是blank 我剛剛講白色可能不是很最精準 總之就是空白的 上面什麼都沒有的叫blank 所以他並不是用white這個顏色 他是用blank 那canvas就是畫布沒問題 所以要還他兩個 因為本來84000塊可能要兩個canvas才塞得滿 總之他給了他兩個空白的canvas 然後標題就是Take the Money and Run 我們來讀一下他上面說了些什麼 所以這個錢本來就是要 本來是要給他創造藝術作品的 So the money was supposed to be used to create modern art 所以這個錢本來是要給他來創造這個當代的藝術作品 但是剛剛這個顏面就好了抱歉 And it was 而的確他有創造出來 But not in a way a Danish museum 所以的確是museum 我剛剛一直重複使用博物館或伊朗 因為我不知道是哪一個 So not in a way a Danish museum Expected when it gave an artist the equivalent of 84000 dollars 所以本來就要給你來創造作品 可是卻創造出來的卻不如他們單賣這個博物館所想像 In return it received two empty canvases So in return就是作為回報 所以他給了他84000,但作為回報呢 得到了兩個 我們剛剛用blank 他這裡用empty一樣的概念 OK? 兩個empty的canvases 那他的這個artist James Hanning I can give it a try But anyway Says the blank canvases make up a new work of art 他就說了我這兩張空白的畫布呢 也就是一個新的藝術作品 Make up a new work of art Titled Take the money and run That he calls a commentary on poor wages 所以他認為這是一個對於低薪的評論 84000還低薪喔 真的是受不了 84000已經是台幣 如果是美金的話已經300多萬了 嚇死了 他說但如果這個藝術品可以是這個東西 你可以說是一個前衛的藝術作品 這是一個創新的藝術作品 這可以是什麼 但他唯一不是的 就是這並不是一個偷錢 所以他不承認他有偷錢 So one thing it is not He says is a theft 所以這句話我會懷疑同學 可能有些會看不懂 OK? 所以他認為這是一個 commentary on poor wages Cool One thing that the art is not is a theft 所以他不是的那個東西就是偷錢 所以他就不是偷錢 It is a breach of contract And breach of contract is part of the work 所以他承認他有破壞契約 所以破壞契約的動詞 我們常看到的是breach breach of contract 那breach還會用在什麼其他的地方 就講的這個破壞打破 會用在像例如說那個什麼海報隊 或者swat隊 那種攻堅一個建築物有沒有 你們在前面我們在後面 然後一起把門撞開 breach OK? We breach the door 會這樣子講 所以他有breach這個contract 沒有錯 OK? 那他這裡用的breach是名詞 所以他會加一個off在他的後面 So it is a breach of contract 他說沒問題 我有打破合約 而破壞合約也是我的藝術品的一部分 and breach of contract is part of the work 他這樣子說 OK? 那 所以 所以 這個藝術品 也就是我拿了他們的錢 所以他認為 他可能把這個延伸為行為藝術吧 So the work is that I have taken their money Alright 好 所以這個博物館 並沒有滿足於這個答案 So the constant 它好像就是Constant Museum of Modern Art In Elborg isn't satisfied with that explanation 所以他們對這個答案並不滿意 可是他們還是把它展出來了 But that hasn't stopped it Stopped it from displaying the two canvases as part of its exhibition called Work it out 所以他們把做了一系列的這個測 他們測了一個展 簡單來說測了一個 exhibition 那還是把這兩個canvas掛上去了 這個blank canvas掛上去了 OK? 所以他們測這個展 就是為了要去探討人們跟工作的關係 所以這個 Exhibition Explore people's relationship with work 所以這個展我們看一下 叫做Exhibition Exhibition Exhibition Exhibit 動詞是Exhibit 名詞Exhibition 好再往下看一下 所以他這邊說了 所以這個Honey這個傢伙呢 Took the money as part of an agreement with the constant 所以他拿了這個錢 那這個錢就是他們的合約的一部分 Which says It longed Honey more than half a million kroner So he could frame the cash in a reprise of an earlier artwork 所以這裡講非常清楚 其實他這裡沒有他剛剛那些照片 所以我才給大家先看了一下 他其他的作品長的其實是這個樣子 這裡只有文字 所以他拿錢 就是agreement一部分 這就是 agreement就說了 他們借了Honey這一筆錢 所以lone這個字就 貸款 貸給他這一筆錢 那這筆錢是超過了一百 大概半個一百萬 half a million的 超過了50萬的kroner kroner就是他們的那個幣這樣子 那借了他這一筆呢 就是為了要他能夠去把這一些現金 就放在這個canvas上 frame起來 frame就是表框 so he could frame the cash in a reprise of an earlier work 所以你把它框起來之後 就是來去reprise一下 你先前的這些作品 就我剛剛給大家看的 所以reprise這個字 或許比較深一點點 他其實就跟repeat是差不多的 只是說一般來說 reprise會用在這樣音樂上啦 或之類的 ok 但這邊的話就是藝術作品 也是可以的 ok 所以他下一句也繼續用文字 再說了一下下 他先前的作品長什麼樣子 so the artist had previously used two canvases one larger than the other to illustrate the gap in average annual incomes in Denmark and Austria in concrete terms 所以這裡寫了更清楚一點點 所以他先前他用了兩個canvas 一個是一個比另外一個大 one larger than the other 來顯示出展示出什麼呢 to illustrate來顯示展示出 the gap in average annual incomes 就是你看他這個 annual income又複數 所以在丹麥跟奧地利這兩國 的這個平均年薪的差距 所以我現在才看懂 所以我剛剛還沒有把它看得很清楚 現在再讀一次讀得更清楚 就是比較大的跟比較小的 大的就是展現出比較高薪的那個國家 可能是丹麥 另外一個國家比較低薪就是奧地利 我猜的啦 因為我先為主認為丹麥人不就在賺錢 好所以 那可是因為這兩個國家距離非常近 你大概知道都在歐洲嘛 所以說他就用這兩個 一大一小然後把錢都貼上去 然後要是你是住在兩地的 你看了就 喔原來會比人家少賺這麼多 visually speaking這樣子 OK 所以再讀一次這個部分 我覺得這邊把這個 他把它講得其實蠻清楚的 OK 好 所以哈林 took the money as part of an agreement with the constant 就是博物館 which says it longed on him more than half a million kroner so he could frame the cash in a reprise of an earlier artwork the artist had previously used two canvases one larger than the other to illustrate the gap in average annual incomes in Denmark and Austria in concrete terms 所以用一個非常清楚的的一些definition 就是你知道看得到紙槽 來顯示出兩國的這個平均內心的不同 or more accurately in paper 所以或者更精準的說 我直接用紙槽給你看這樣子 好 然後他這一次就決定乾脆 把他的錢全部拿走了 yes OK 所以當他們看到的時候整個嚇到了 所以他的CEO在打開他寄來這個箱子的時候 I actually laughed as I saw it 他看到的時候他直接就笑了其實 因為他也已經知道 他已經知道了 就是這個藝術家他這次的作品的標題就是 拿了錢就跑 take the money and run 好 所以接下來就 很多人就有批評有討論 所以其實我覺得這還蠻成功的 然後這個藝術家給大家的訊息就是 要是你不喜歡你的工作的話 想辦法可以賺到錢的話 錢拿了就跑就算了吧這樣子 所以他有一個message在裡面 所以我讀一下他說的 I encourage other people who have just as miserable working conditions as me to do the same 所以這些other people就除了我之外 因為我拿錢就跑 所以你們這些其他人 So I encourage other people who have just as miserable working conditions as me 跟我一樣有這麼糟糕的工作條件 working condition工作的狀況 我鼓勵大家做一樣的事情 拿了錢就跑吧這樣子 好我沒辦法拿錢就跑 我連錢都沒看到 跑個屁啊 好啦 Anyway 那這篇大概就是這樣 所以你會不會覺得很有趣呢 我覺得這個超有趣的 所以雖然說這是兩年前的新聞呢 這是2021年的新聞 但我當我看到的時候 我還忍不住坐了一下下 好啦希望你喜歡 我是Paul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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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吧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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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說吧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